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要和大家说三个我特别喜欢的 anti-aging的ingredients 这三个ingredients呢 我喜欢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都是multi-testing 也就是说它不仅能看老 它可能还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一些钱 然后你护肤的程序呢就会少一些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非常流行的一个成分叫retinol retinol呢是一种concentrated vitamin A 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让你的cell turnover更加快一点 每个人都是有cell turnover的 新出生的BB呢cell turnover可能是28天到30天睡 他们的肌肤呢都非常的嫩 然后非常的容易被晒伤啊或者是就是受伤 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你的cell turnover就会slow down 就是如果你到20多岁的时候 可能你的cell turnover要40天 然后到30、40岁的时候呢就更加久 嗯...当你作为女孩子的话呢 如果你...呃...就是...past menopause 就是你没有再来看大姨妈 大姨妈不来fuck 嗯...你的cell turnover呢幾乎是... 几乎是0的就是很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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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retinol呢它就能让底层的新的new cell上到表面来 就是本来比如说可能这么要慢慢上慢慢上 可能要30天它就让它更加快 那你什么年龄比较适合retinol呢 in general你过了25过了30岁就可以开始用retinol了 嗯...如果你25岁你的皮肤是相当好的 你的保养啊就是抗氧化防晒保湿做得很好的话 那你就可以等到30岁的时候再用 嗯...retinol它...呃...除了抗老之外呢 它第二点做得很好的呢就是呃...对于痘痘和色素 也就是说呃...如果你有post acne scar 就是痘痘留下来的疤呀等等 因为retinol能把呃...新的skin cell surface 然后代谢掉旧的skin cell 那你原来的疤痕啊都会被代谢掉 所以这一点呢 如果你是20岁然后你的痘痘很厉害 你也可以去尝试retinol 不是说一定要等到你需要抗老化的时候才去做 呃...retinol它的...就是... 负面影响呢 最主要的就是 photosensitive 也就是说呢它对太阳是很敏感的 呃...你用完之后呢让你的皮肤对太阳也是非常的敏感 呃...retinol有分很多等级 然后也分很多呃...不同的...就是...form 它有retinol 有retinol 有retinol 各种各样的 最强的呢就是prescription retinol 有时候会有2-3% 但是那...那种非常非常强 high percentage的retinol呢 它的delivery system是有点不一样的 呃...所以大家 对于...呃...不同产品的话 可以去做一下研究 再下手买 不要麻木的去买retinol 因为如果你买错了或者是用的不好 可能会有负面影响 呃...用retinol最大最大的一个机会呢 就是一定一定一定要用呃...防晒 如果你不用的话 你皮肤可能会比人家更加差 因为用完retinol之后 你新的BB skin surface 你一定要protect 呃...得非常好 所以我建议就是SPF 30以上 然后如果你是Under Direct Sun 也就是你在部外网的话 记得一定要每隔两个小时 就要reapply your sunscreen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呃...具体 retinol的产品我推荐呢 呃...比如说 Dr. Dennis Gross家的那个 retinol和fluid acid 在一个棕色的小瓶子里面的 呃...我也有推荐过这个 喜欢它的原因呢 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天才的formula 呃...让retinol和fluid acid 在一起的话呢 就会非常的stable 因为fluid acid 是一种anti-acid 然后它整个产品的包装呢 呃...也是非常的scare 就棕色的小口瓶 呃...还有一个比较 大家可能容易买得到的呢 就是PTR加的retinol 呃...它有一个蓝色品的一个棕色品呢 棕色品呢是新出的3% 非常非常高 那具体那个产品的效果 我个人没有尝试过 但是我...我的客人呢 还有我推荐的一些呃...朋友们尝试的效果 都说非常好 我也做过这个呃...具体呃... 呃...产品的一些工课 去看一些比较专业的呃...review 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这个 然后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呃...产品呢 就是Sunday Rally 叫的Luna Oil 它里面呢有retinol ester 然后它是放在一个油里面的 呃...这个牌...这个牌子的这个retinol呢 有一些人就非常非常爱 然后有一些人就非常非常讨厌它 呃...但是它里面的确是有一些色素 然后有一些比较强的精油 如果你是敏感性肌肤呢 你用到精油的话呢 可能就会比较irritating 而且那个retinol呢是...呃...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不同的retinol 产品 然后Forespy有一个很好的retinol 在一个tool里面的...等等等等 就好多好多 哦...我刚买了那个 Paul's Trace家的retinol cream 所以等我用完那个 我会给大家回报 因为他们家的retinol产品呢 我听过口鼻是不错的 好...第二个要和大家推荐的 成分呢就是...呃...Vilament C 呃...我之前在很久以前的一个视频里 也有说过我喜欢Vilament C 的主要原因也是它能multi-testing 呃...非常concentrate的Vilament C 比如说像Vilament C Aster 然后超过15%的 它不仅能看氧化 然后大家也知道Vilament C还能亮白皮肤 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呢... 呃...stimulate collagen 也就是让你的胶原蛋白... 真生这样子...所以它也是能抗老的 所以它又能抗老又能... 那个胶原蛋白喷起来能除一下...呃... 比较...小的细纹这一类的... 然后它又能...呃... 亮肤看白...所以这一点... 我就...对...Vilament C是...非常非常的爱... 那Vilament C和retinol呢... 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 它也是photo sensitive 也就是它是怕光的... 然后你用它呢...你皮肤也怕光...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具体的产品... 有一些产品的Vilament C呢... 就...没有那么怕光... 它是stable的...而且呢... 它就会...呃...建议你用在白天... 这一类的Vilament C呢... 一般都是Vilament C Aster... 呃...也就是C唇吧... 啊...我也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啊...具体我喜欢的产品呢... 有...比如说...Elephant... Drunk Elephant家的... 新出的Vilament C Serum... 那一个... 我喜欢它...原因呢... 是一个stable的Vilament C... 而且它的包装呢... 是在一个toop里面... 这样的话呢... 我知道它的成分是...呃... Scared... 就是如果你是在挂里面... 打开之后... 一两个月... 那个Vilament C就被氧化掉了... 呃...Drunk Elephant家的... Vilament C Serum... 然后...呃... Purecone家也有一个... 呃... 15%的Vilament C... 然后...Derman Doctor家新出... 有个紫色的...呃... 也是... 20%Vilament C Aster... 这些都是可以... 白天用的Vilament C... 就大家就不会怕... 皮肤被...呃... 就是皮肤会有... Photo Sensitive... 所以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哦... Dr.Denis家也有一个... 非常棒的... Vilament C Serum... 我用过... 我整瓶都用完了... 但是那个Vilament C... 它是... 只能晚上用的... 而且它非常的强... 用了之后... 如果不小心碰到整唇... 真的就是有那种刺刺的感觉... 所以你皮肤如果是... 相对敏感的... 嗯... 可以先去拿一个小样子试试看... 但是那个Vilament C Serum... 真的效果是不错... 我在用它途中... 皮肤真的是非常的... 透亮... 呃... 然后第三个... 我非常喜欢的... Multi-Testing Serum... 呃... Serum... Multi-Testing Ingredients呢... 就是... Hylerone Acid... 也就是玻尿酸... 那玻尿酸... 大家知道是一个... 呃... Hylerone Acid... 也就是... 保湿的成分... 它呢... 能吸收... 就是... 皮肤里的水分... 然后... keep在Skin里面... 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大家... 呃... 有很多水分... 留在皮肤里面... 所以... 最好的... 用...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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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超多超多的 现在我觉得大多数的 那个补水保湿产品里面 其实都会有玻尿酸 那PTR有一个75%玻尿酸的精华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 还有谁家的呢 一般天然的牌子都不会有这些 所以为什么我推荐的产品都是一些clinical的 一般天然的牌子 就不会用到我说的这些成分 除了Vitamin C 然后 不说玻尿酸 玻尿酸的话呢 除了PTR那个 还有谁家的玻尿酸或者药 高纳 想不起来了 如果我想起来的话 我会在下面的 呃 信息栏里面放上链接 那好吧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啦 希望大家 呃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 顾腹的程序有一些帮助 那如果你想看更多这一类的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thumbs up Alright By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这次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